你们知道中国在秦朝秦始皇没有灭六国以前 那个时候有一个世界著名的中国医生叫做什么 扁确 扁确那个时候是中国可以历史上第二个大医生 其实后来五百年以后有另外一个更大的医生叫做什么 华托 华托是中国第一名医 扁确应当是中国历史第二名医 那扁确在世界上的时候 他是一个用眼睛一看一个人的皮肤 颜色体态 他就知道这个人犯了什么病 这样的医生真是非常难得 明察秋毫 践行之病 所以有一天扁确周游列锅的时候 走到一个王的面前 那个王叫做什么 齐桓公 听过这个名字吗 你刚听到了 怎么没有听 你听过齐桓公这个名字吗 他到齐国走的时候看到齐桓公 他说齐桓公 对不起 我多嘴了 什么事 你见到我要讲什么话 说 扁确说 大王 你有病 我有病 我怎么不痛不痒 全身很舒服 我有什么病 有一个你自己看不见的病 从你的皮肤 从你的体态 从你的言谈 我知道你里面有很重的病 那么那个病我怎么没有感觉呢 那我不知道 但我告诉你 如果今天你肯让我来医 我的药 我的医术 可以使你快快恢复 免去死亡 哈哈哈哈 不必谈了 我根本没有病 你给我走 你这个罗素的人 把他赶走 那么呢 这个扁确 知道这个皇帝 刚逼自用 一点不肯退让 而且自以为自己完全没有病 所以他 大王 我走了 他就离开了 离开了 就王还在批评他 不懂得做人 怎么在我这么健康的身上 说我是有病 而且是很危险的病的人 我才不采这种医生 太骄傲了 他大概想要赚钱 过了几个月 周游列过 又经过 骑过的时候 他看这个王 练成更不好了 他说王啊 可不肯听我的话 如果你肯听的话 我还可以医你 你的病已经进到内脏深处 很难医了 但是我还有办法医你 王说你不必胡扯 你不必乱讲 因为我病不病 我知道 还要你来啰嗦吗 我根本没有病 所以走 把他赶走 他走了以后 王自己很得意说 这个人又来啰嗦 第一次 老老淘淘 第二次 啰啰嗦说 他到底要什么 他是要钱吗 他是要财吗 第三次 便说再饶几个国家 回到习国的时候 他说人身体有两个地方 一个叫做高 一个叫做晃 高呢 药不能进 晃 真不能扁 所以我如果给你药 也已经不能医了 给你真 也不能扁了 所以你的病可能就 很快发作 你很快就完蛋了 哈哈哈哈 你又来了 你这个滔滔不绝 啰啰嗦嗦 跌跌不休的人 给我走吧 所以把他赶走 冰雪很难过的离开 他对他的不孝顺 这一次我看 大王没有盼望 因为他太傲慢了 太刚愎之勇 他太 这个 至以为是了 他就走了 走了不久以后呢 这个王就开始病了 病了以后呢 就问人家说 有一个医生叫做扁雪的 几次到这里讲我的病 救人在哪里 他们都不知道 他跑到哪个国家去了 很不久又 第四次来 一看到其完工 眼光就低下来 就走了 哎 叫人回来 把扁雪叫回来 王 有什么事你叫我 我不明白 你第一次来 咬咬咬咬 爹爹不吸呼 讲个不停 讲我有病 第二次来 又是讲我 第三次又讲 为什么这一次呢 你不踩我就走了呢 他说 大王 我老是告诉你 你的病已经不能医了 我告诉你也没有用 我给你要也一定死 我给你挣也挣不进去 你现在已经是一个 没有盼望的人 他就哭了 习完工说 不要跟他谈了 他谈了 他就是那几句 叫他走 他走不到两天 习完工大大发作 就差不多死了 人家说 去叫扁雪回来吧 扁雪也回不来 他说 没有用了 我不能医他 习完工就这样死了 我告诉你 当你在危难中间 却不救自己危难 那危难是最大的危难 当你在危险中间 从来不感到自己危险 那是最大的危险 当你在大病的时候 一点不感到自己有病 你是没有办法医治的病 就这样 习完工就丧命 死在他不肯救我的傲慢中间 这就是耶稣 为什么讲这句话 有病的人 用得作医生 没有病的人 用不作医生 所以我告诉你 我来是叫罪人悔改 我来是呼召罪人得救 我不是来找医人 所以世界上有几种人 两种人 一种是有病 又救悟自己有病的人 一种是有病 却真正不知道自己 而且以为自己没有病的人 哪一种更有福气呢 回答我 哪一种人更有福气呢 那是救悟自己有病的人 才是有福气的人 还有人 也研究发学 感谢观看